欢迎收听拍绿游乐园 我遇到了一个算是恐怖情人吧 我觉得他算蛮恐怖的 你对恐怖情人定义要先讲清楚一下 就是他半夜会来我家放鞭炮 然后会拿BB弹射我家狗 然后会打电话 他几岁的人啊 那时候是高中 高中生哦 他是学长还是同学还是什么 就是同学校的 而且可怕的是我把这些他做的事情都跟 就是认识他的同学们讲 没有人相信我说的话 为什么呢 他说 蛤你会不会太夸张 他不会这样吧 是不是你 你在那边 你有答应过这个人说我要跟他在一起吗 有 一个月吧 但是你后来发现他有问题 我没有发现啊 因为 就有点复杂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我有另外一个男朋友 然后后来 你高中就劈腿啊 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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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原本先 在他之前我先交了另外一个男朋友 对 然后我被那个男生甩了 然后我很难过 然后接下来这个恐怖情人他就来 他就说我觉得 我可以让你忘掉他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办法用 他是哪里很厉害吗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好害羞喔 自己突然覺得問了一題很奇怪 他是哪裡很厲害嗎 他講出這個話的 要讓你忘記他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不行 我就是我一直 我那時候其實剛開始拒絕他很多次 我說我沒辦法 我就是很喜歡之前那個男生 然後我沒有辦法 他就一直 死纏 算是有點死纏爛打公司就對了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說 好 那 如果我覺得不行的話 我們就要馬上喊他 他說好 結果後來當然嘛 我就覺得還是不行 是 試了多久 就覺得不行 他說一個多月吧 一個多月 你就跟他說不行 對我跟他說不行 所以他也沒有那麼厲害嗎 嗯 這我記不太清楚了 你知道 有點久了 哈哈哈 你有沒有用過人家 欸 欸 欸 想要用一下 可能沒有什麼機會 哈哈哈 原來 你這麼肉食性啊 哦 好啦很直爽 OK OK 對 嗯